现在太阳能板已经安装上我的车了 整台车看起来真的是不一样了 有一种科技感的感觉啊 刚刚呢,去了泰国的Taiwatsadu 买了这个太阳能专用的电线 这个电线呢,我选择的是12AWG 也就是1×4mm²的电线 那么这边呢,它有著名是TMDA认证的 这边可以看到这种电线呢 它非常的厚,也非常的粗 因为毕竟是要放在车顶上或者屋顶上 抵挡日晒雨淋的一种电线 这边呢,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选择这种电线 这个电线呢,我买来是安装在我的房车的太阳能系统 那么我的车顶呢,有一片380瓦的太阳能板 这一片太阳能板呢,它有著名说 Short Circuit Current,也就是ISC,是11.47A 也就是11.47A 为了安全起见呢,通常我们会乘以1.56A 所以11.47A乘以1.56A,就是17.8932A 这个我选择的电线呢,12AWG的 它可以耐到20个M 所以对于这个太阳能系统呢,它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选择10个AWG,就是可以耐到30M的电线呢 会更好,过电也会更快 但是呢,因为这个太阳能系统呢 我是要从车顶,拉这个电线进来车内的 所以如果电线太粗的话,要转的洞就需要更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选12AWG的原因啦 除了电线呢,我还买了Transpower的两个MC4 Connector 所以现在呢,我就要剪这个电线 然后把它接进这个MC4的Connector 然后安装我的太阳能板 这个电线呢,真的不用剪太长 就是刚刚好可以进这个MC4的Connector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在剪这个电线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电线的外层真的是非常强啊 所以东西呢,买贵一点的真的是没有错的啦 毕竟这个电线呢 是要在车顶上日晒雨淋的 以我这样分析,这样看这条电线呢 应该最少啦 最少可以那一个几十年,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哇,这个电线真的是蛮顽固的 因为我也没有带很足够的工具来 所以也只能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而已 这个加线呢,就是红的 剥开过后里面还有一条黑色的皮 剥开这一层塑胶过后呢 就看到这个12AWG的电线 有这个TMDA认证的电线真的是蛮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Quality,也就是它的品质 其实蛮好的 现在剪好了红线就要剪黑线啦 其实呢,我原本出来旅行呢 也没有打算会开车开到这么远 也没有打算说会一面开车一面改那么多东西 因为我本来呢,就是想要跟我朋友去 互动住一两晚,然后回去马来西亚的 但是呢 就越开越远,然后就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啦 因为毕竟房车生活也是蛮优先的 所以呢,就看有什么需要升级的 就直接一面生活,一面改车啦 而且现在我停在海边这边呢 其实风也是蛮大的 好的,现在呢 副极也剪好了 就要把这个电线 装进这个MC4的 连接器 然后就可以接去太阳能板了 刚刚呢,用clamp,也就是钳子 把这个电线跟这个接头呢 夹紧了 确保它非常的硬 然后,就把这个MC4的头 给它 锁进去 听到tack一声过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 锁紧 然后这样子呢,就完成了一个MC4的接头啦 接完红线过后呢,现在就要接黑线了 这一片太阳能板上面的正负级也是一样 给人度的 就是正级 那边就是负级啦 现在呢,就刚刚把这个正级接正级 然后那边负级接负级 然后就把这一条电线 从这一边 要接进我的车里面 然后呢,我就打算从这个灯这边的洞 进去里面 然后再接进来我的solar controller啦 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终于搞好了 我太小看这一份工作了 本来我以为只是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克螺丝呢 三十分钟可以搞定 但是呢,没想到竟然用了一个小时 现在我就要设置这个solar controller 就是太阳能控制器 将它设置太阳能板充电 有的人设12到14或者到14.5伏特 所以这边呢,我就设置12伏特 14.2伏特 然后呢,尝试充电好 因为现在已经6点36分了 泰国当地时间 所以呢,也蛮暗的啦 其实也没什么阳光了 不过现在试试看充电 看能不能够 现在就要打开这个DC的circuit breaker啦 好,打开过后呢 看到这个控制器这一边 好像完全没有反应诶 34度 然后,因为这边有一个月亮的符号 不知道是不是代表说现在呢 完全没有阳光 所以充不到电呢 呃,因为我这边设置14.2伏特 然后电池 11.9,12.5 好像完全没有反应诶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没有阳光的呢 因为如果它有在充电的话 这个PV这边 应该会跑 有多少伏特什么应该会跑 然而它完全没有跑 或者这个Watt呢 就是这个瓦数应该会跑 但是它也完全没有跑 所以可能我就等明天吧 明天再试试看会不会跑 搞了一整天呢 我这个太阳能板呢 还暂时充不到电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有如我一个好朋友常常说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幸好呢 我并不是赶着要去哪里 而且现在呢 我也生活在我的房车里面 所以可能呢 今晚我就住在这边多一晚 然后明天早上看有阳光的时候 再看看我的太阳能板 能不能够帮我的车充电 哈喽,大家早上好 又是在房车睡醒的一天 昨天呢 我在弄我的太阳能系统呢 一直弄到太阳下山呢 都没有办法把它弄好 所以今天呢 就要继续努力检查 看看到底我的系统哪里出了问题 那么我刚刚呢 就吃饱了 就买了一杯许胜凤的咖啡 提升提升 因为今天呢 也不知道要弄多久 所以现在呢 废话就不多说 就开始动工啦 今天的太阳算是非常好吧 可以用阳光明媚来形容 终于搞好我的太阳能系统了 这边可以看到 太阳已经在充电了 那么刚才发生的问题呢 是我个人的错误 就是从我太阳能板下来的 这个正负极呢 我接错了 这就是在上面 车顶上面我接错了 所以就变成黑色的是正极 红色的是负极 那么我很难再上去车顶 换它的边线 这边没有办法 我就红接黑黑接红 就暂时这样子吧 今天算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现在有12.7V 然后1.5A 正在充电 19.5W 这边可以看到 正在充电 12V 然后14V 所以呢 阳光那么好呢 我就顺带的 充一充我的手机 然后再顺便充一充我的小型风扇 好让今晚可以再用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希望今天我这一支影片呢 有帮助到想要在房车或者房子里面安装太阳能系统的朋友 也同时呢 希望大家不要犯下我犯下的这个呆呆的错误 也就是正负极皆返啦 如果你对太阳能系统还是任何有关太阳能或者房车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是西里财 我们下一集再见 现在呢我就要在我的房车睡个午觉啦 毕竟今天的风呢 真的是非常大